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 我们其实我们的许多同胞 对自己的前辈 对自己英雄 那个尊敬度 敬仰度是不够的 这是个问题 不但如此 现在甚至有些不孝子孙 对吧 搞出很多幺蛾子的事情 我现在重点要说说 在我国台湾省 今天晚上啊 就在今天晚上 有一个电视剧 就要在它一个叫做大爱频道推出了 这个已经引起很多网友关注 这部剧呢叫做 《智子之心,智世智慧的智》 对我要重点说说呢 就是这部电视剧 这部剧呢简直是还没开播 已经被誉为神剧了 是吧 叫《智子之心,智世智慧的智》 然后讲的是什么呢 说是1944年 当时啊 台湾呢 还是被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时期 然后又为女主 叫林智慧 就是智慧 林智慧 她是台湾一家大户的千金小姐 可是呢 她非常有报复 你看她这台词 现在我们国家正在战争 部分男女都应该关心才对 这话说的很对啊 有道理啊 对啊 国家新王匹夫有责 就算是女孩子也应该关注啊 而且她还说 说如果大家都这么害怕 那么谁要去战场 谁要去照顾那些受伤的士兵呢 对啊 前线的战士 对吧 在打鬼子 在抗击这个日寇 那他们就是需要救护啊 所以就是 她决心呢 要做一名护士 你看 她还和家人发生了争论 家人不让她去 她说 请你们不要这样侮辱看护妇 看护妇 看护妇就是护士的意思 但是为什么要叫看护妇呢 对 台湾可能习惯这么称夫 说 他们的工作也很重要啊 也很令人尊重啊 如果没有看护妇 那些受伤的军人 根本就没有人照顾 对啊 那些抗日的人人志士 难道不需要护士的及时照顾吗 所以最后 这位女主 依然离家出走 干嘛 她要为国奉献 我看到这里觉得好感动啊 我就觉得 你看 在1944年的时候 对吧 台湾的女孩子 依然心计祖国 对决心投身抗战的洪流 我觉得好啊 这真的是一部 很好很好电视剧啊 所以那个 我正在感动呢 接下来 有别的画面出现 大家看 她去 这不是拎着箱子 就去报道去吗 当护士去吗 她去了哪呢 叮 1944年 台北大学的训练所 台北大职训练所 好吧 为了天皇陛下 哦 她去这儿报道 看到她拎着箱子吗 这不是拎着箱子 穿着一裙子 对 然后她去了这个地方 原来她是去给日军 当看护妇去了 哦 闹半天 呵 我之前她在这儿说啊 至子之心啊 在里边说啊 我们不分男女都应该关心 国家正在战争 原来她说的国家 是日本国正在战争啊 就大家都这么害 谁去照顾那些受伤的士兵 原来照顾的不是八路军士兵 也不是国军士兵 他照顾的是皇军士兵 是鬼子兵啊 对啊 就是这个人毅然决然的走 什么什么 为国奉献 他奉献的闹了半天 是他妈日本国啊 我去 这是让人目瞪口呆 这反转的太猛了 然后呢 就开始作为一名护士训练 你看那训练的场所 对吧 这边挂有红十字 那边挂有红高 对 训练的可起劲了 然后在里边还各种的 对啊 模拟野战环境 对啊 说的女孩子也可以报效国家 所以你们要报效的国家 是Japan 脚盆咯 那你干嘛要在这里打中文呢 嗯 谁准许你们打中国话 用中国话说 你们要报效那个叫做日本的国家呢 然后 这里边出现日本角色了 瞧着啊 说这位日本的这个重要角色 哎呀 是林沐将军 这还是林洪祥扮演 林洪祥看来是个台湾男演员咯 他说 你跟我多年不见的女儿 年纪一样大呀 我显得很亲切呀 对啊 对女主关爱有加 来 快让爸爸检查一下身体吧 呃 其实我在家里 在日本的时候 都是和女儿一起洗澡的呀 啊 这这这个就是我脑补啊 加上的台词 然后如果不是这种年纪大做爸爸的 那就是什么呢 一见钟情的情侣 呵 瞧这个 这叫做宇作崇离酒 是个日本演员 扮演左藤宽藏 日本演员 扮演日本鬼子军官 然后两人坠入爱河 呵 然后呢 他们培训完毕 就到了战区 但请大家想一下 他们到的战区是哪 日军在哪作战 是的 他们到了中国 然后在这里有受伤的鬼子兵 拼命的在这抢救 还在这喂药啊 还向天祈祷老天爷 求求保佑他 一定要让他好才对呀 但是忙了半天 结果日本投降了 哎 护士长宣布 天皇陛下已经宣布 我国无桥鉴投降的消息 哎 不是那什么 你国是哪国呀 对呀 那你别用说 你直接说 瓦达西哇巴根亚路啊 斯拉斯拉 密西密西啊 对呀 然后哎呦 是宣布投降上 一帮护士哭的 那简直是不行了 他也怎么能这样呢 大日本这么牛逼 怎么他们死的 这么傻逼啊 就就就成这样子 然后 精彩的一幕又来了 什么呢 这不是日军投降了吗 对 说中国士兵冲进来了 一看 就是两个台湾娘炮典员 扮演的所谓中国士兵 端着枪就进来了 都不许动 哎 然后 然后进来之后啊 就口出不许 干嘛呢 说你们是猪 就骂这日本兵是猪 哎 其实这骂的也没错 对 这也是事实 不 这有点侮辱猪 对 你这样不好 你怎么能够这样侮辱 侮辱动物呢 不对 但是我请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士兵的军装 就是说你这么看的话 你会发现 他应该是什么呢 国军士兵 可是在抗战结束时期 国军士兵的军装早就不是这样了 那他既是国军士兵 其实又不像 但是注意他们特别突出这个红领章 什么意思呢 他们其实看 希望看到的人觉得这是共军 对 这也是共产党的军队 至少你要产生这样的印象 然后就是说特别粗野 骂日本人是猪 然后这时候有个日本军官 对吧 挺身而出 助手 大喝一声助手 冲着这个中国士兵喊助手 中国士兵反应是什么呢 棒 直接把他给毙了 毙的好 助什么手啊 就直接毙了就对了 然后哎呦 旁边这护士可谈中村中外 中村中外 就是就受不了了 对啊 难受的不行不行的了 然后这个后边还有个介绍呢 说扮演这个中村中外的演员 对吧 虽然戏份不多 但是他为了维持尊严 而被中国军人殴打的戏 对 这个表演令人动容 完全呈现了日本战败军人心中的 最后一份尊严 以及战争的武器 哎我的妈呀 我家里看不下去 我要吐了 就是就是就是这个这个这个叫做什么 至子是吧 至子之心 这是至子之心还是智障之心啊 就是就是台湾有些人这个 这脑袋真是智障了 拍这种剧 我要告诉你一句话 你这种剧别说我们不爱看 就是你美国爸爸看了 也要打你屁股 扇你耳光 信不信 对啊 当初多少美军士兵 在太平洋战场 跟日军拼死厮杀 打败日门鬼子 然后到了你们这儿成了亲爹一样 不全恶心吗 但你不怕得罪大陆同胞 难道你不怕得罪你的美国爸爸吗 爸爸也是那么好得罪的吗 嗯 所以我就说啊 有的时候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 就是在我们以前的宝岛台湾 现在正在被某些台独 对吧 亲日分子 今日分子 给搞得乌烟瘴气 沦为鬼岛 还有更厉害的事 我给大家讲 你都未必相信 大家接下来看一下啊 这是什么 这是台湾的一个大学生 他在面对媒体的时候 痛哭流涕 你知道他为什么事痛哭流涕吗 说这位大学生 他的祖母啊 曾经做过慰安妇 哦 那他一定是心疼自己祖母 不是的 瞧着 当得知自己曾祖母啊 不是祖母是曾祖母 曾祖母自愿慰安的事不被承认 他悲愤欲绝高喊 我祖是自愿的 他的意思是 我曾祖母当过慰安妇 绝对是自己愿意的 绝对不是被强迫的 你们可不要乌人清白哟 我了个去 就是说 啊天哪 所以我管它叫做脑残片 智障片 那是一点不假 就是这个 各位 我在这里要提醒人事 什么事呢 就是这个剧里边女主 不是兴冲冲的跑到日本的这个 什么训练所 去当什么所谓的看护妇吗 实际上 在二战期间 日军就是打着所谓招收看护妇这样名义 从朝鲜 从我国台湾 包括从其他许多地方 韩国 对 还有韩国 对 招了很多的这个女孩子去 但最后就沦为 未安妇 遭到虐待 强暴 毒打 甚至是野蛮的杀害 这就是历史真相 然后现在台湾 兴冲冲拍一个就是他们得意养养可高兴的去当看护妇去了 对啊 对这位说 对他简直是大良好恶 说说这个主居然哭着喊着自己的老奶奶是 对是是是这什么 然后有网友说让他的曾祖母把他带走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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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